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偶低腐音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主要来学习低腐音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这一个基低腐音 偶低腐音的话呢 什么叫做偶低腐音呢 也就是他可以跟高腐音进行相配对 也就是说他跟高腐音不同的地方呢 只是说高腐音他会发第五声调 而低腐音 而我们的这一个偶低腐音的话呢 他会发第一声调 对不对 那么剩下的这十个低腐音的话呢 他没有办法跟高腐音进行相对应 相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称他为单音低腐音 或者呢 把它叫做基低腐音 那么这十个基低腐音呢 分别就是这一个 那么这十个基低腐音 他还有相同的一个音 也就是这一个 跟这一个 这个 又呢 跟这一个 又 还有这两个 老 OK 那么我们不管他是怎么样的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的发音给学会 对不对 那么月月的话呢 在接下来每一个字母的发音里面都会给大家呢 标上他的一个提示音 但是同时大家也要知道 这个提示音的话呢 它仅仅是作为一个提示的作用 那只是一个 或者说把它叫做一个标志 一个标记 OK呢 那么第一个字母 它叫做 这个 的话呢 它的发音 大家直接发音的时候 把嘴巴张开 然后用鼻音来发音 发一个 它跟粤语 也就是这个广东话里面的这个 发音是 相似的 只是他们声调不同而已 这一个粤语里面的这个 我 它的发音会发为 我 这个声调的话是发 泰语的 五声调 对不对 就像 可 这一个音 它发的是一个 我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 哎 基底辅音的第一个字母的话呢 它就是这一个发第一个声调 对不对 发一个 我 我 声调不同 把嘴巴张大 直接发一个 就OK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是怎么书写的 那么 泰语的书写的话呢 大家呢 只要记住这两个规则就OK了 有这一个从左往右写 从左往右写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有圈圈的情况下 在有圈圈的情况下呢 一般它就会从圈圈开始写 并且呢 要一笔完成 所以的话我们要记好 那么这一个 我 的话呢 它也有圈圈 对不对 那么就会从圈圈开始 OK了 然后一笔完成 再来一次 OK 好断笔了啊 我们重新来 那咱们的同学 你在自己学 在写 在自己写这一个字母的时候 当我们断笔了 那就要重新开始哦 因为呢 我们在打基础 要把基础给打牢 一笔完成 对不对 那么这一个 它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 低辅音 第一个 基地辅音 叫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组的内容 这一个 它会发一个 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也有圈圈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会从 圈圈开始写 然后呢 一笔完成 OK OK 那看 幽 幽 那么这个幽 的话 它就像一个人 它在跪着面壁撕过一样 大家看一下 一个人 对不对 这个打折的地方呢 就是在跪着啊 它犯了错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一条树线 它就相当于一堵墙壁一样 它在跪着面壁撕过 在跪着面壁撕过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U 我们可以这样子 去记住 它的这一个字形 人在这里 它在跪着 拿 然后呢 这是它的脚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呢 在面壁撕过 这一堵墙壁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U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U 同样 有圈圈 那么就从圈圈开始 在这里的话 倾斜45度角 拿45度角 这一个 那么这个U的话呢 它会稍微的比较难写一点点 那么这个U的话 它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 那么我们在缩写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一笔完成了 但是 单个的部分 每一个部分 它都是需要一笔完成的 那么这个U呢 它就像 一只母鸡 在带着小鸡 啊 这一个U 母鸡 带着小鸡 或者说这个母鸡呢 它在下蛋 对不对 那么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下面的这个部分 它是正对着这一条横线的 正对着这一条横线的 我们再来写一遍这一个U OK啦 有圈圈 从圈圈开始 然后呢 单个的部分 每一个部分 它都要一笔完成 有圈圈 在这里倾斜 45度角就可以了 不要斜太多 啊 然后呢 打横线过来 然后再上去 OK 因为是母鸡 在带着小鸡 所以呢 小鸡会在母鸡的保护之下 对不对 它是正对着下来的啊 那也不要超过这边去 或者说也不要超过这边来 那 我们在打基础的阶段的话呢 这一个字体的话 我们就按先按照 这一个标准的这个书写 这个规范来书写 那 那么这就是今天学的 这第三个 诶 字母 第二个和第三个字母 第一个呢 是这一个 U 一个人呢 在面壁思过 好 这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就是母鸡带着小鸡 对不对 这是公 这是鸡的尾巴 然后这呢 是它的头 它的身体 下面呢 在孵着蛋 或者说孵着一只小鸡 啊 OK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它叫做 那我们 begin 那 然后呢一笔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个no 有圈圈 圈圈开始对不对 我可以拿从这里啊 然后呢 一笔完成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no 它其实跟前面的这一个no 比较简单的这个 它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也就是后面的这一个部分 当我们把它这一部分切掉 然后把这个圈圈呢 给切掉的情况下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两个no 它们是相相相相类似 对不对 后面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一个字 你不知道它是no 还是说在之前我们学的这一个 有一个字跟这一个no很像 对不对 跟这个no很像 我们把它写到这里来啊 写到这边来 叫做抽 然后我们之前学了一个 这个叫做抽 是不是 那么这个抽的话 这一个抽 它跟我们的这个no呢就很像 很像 但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区分他们 这个抽的话 它后面的部分 它的圈圈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它是两个圈相对折的 而这个no 它是隔着中间一条线的 或者说这个no它跟这个no 它们两个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去记忆 当你发现说 它后面的这个部分 跟这一个no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字它就是发no的音 而不是发抽的音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记住它 去区别它 去区分这两个字 因为有很多的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啊 我搞混了月月 对不对 这两个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当你发现这一个后面的部分 跟这一个no是一样的 那么它这个字呢 就会发一个no的音 或者我们来看一下 从我们从这两个字 它的圈圈去区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假如把这个字呢 比喻成一对恋人的话呢 那么他们是两个人在深情相忘的 深情相忘的情况下是怎么忘的呀 那你两只眼睛两个人肯定要相互的靠近 你才能够把它记住的 对不对 两个人要很靠近很靠近 你才能够深情对视相互的凝视 对不对 但是这个的话呢 它就像豪 好比这个牛郎和织女一样 它隔着一条银河去忘的 对不对 隔岸相忘 隔着河去相忘另一个人的 来隔着河或者说隔山相忘 对不对 隔着老远老远的忘 还能忘不忘不到 还不一定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比喻 用一对恋人去比喻他们 这个呢 是牛郎和织女 两个人呢 在隔岸相忘 而这个的话呢 就像一对恋人呢 在深情对视一样 对视深情对视 它是要两个人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两只眼睛 对不对 它要相互的靠在一起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记住它 我给它方法都种多样 你就看一下哪一个方法呢 适合你去区分这两个字 那么你就选取那一个方法就OK了 来越远的指示给大家呢 提供一个方法 提供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 给大家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这一个 它呢会发一个摸这样的一个音 摸哦摸 OK来 摸哦摸 直接摸跟哦相拼就发一个摸 摸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这个摸的话它也并不难 有圈圈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们就从圈圈开始按照这个书写的方法来 那么就没有问题 那然后呢一笔完成 再来一遍 摸 OK了 然后呢 一笔完成 OK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个 摸 摸 来 接着啊 我们来看下一个内容 哎 还有这一个 那么这一个的话 这一个呢 它叫做弹声音 它叫做 罗 罗 对不对 罗 哎 这个弹声音呢 每几乎每一个学这个泰语的人啊 的人都想要把这个弹声音呢给征服掉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还不能够发弹声音的情况下呢 就直接发一个 罗 罗 就OK了 啊 不用去纠结太多 那么 想要学会发弹声音的同学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练习发这个弹声音 那在这里的话呢 悦悦呢 也给大家呢 介绍一种学习练习发弹声音的方法 啊 那么这个 首先的话呢 它是按步骤去练习的 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呢 它叫做 罗 用一个罗 或者说 一个罗 去带动 去 带动它来弹起 带动这个舌头来弹 OK呢 那么这个方法 或者说其他的 不管是这个罗 的这个方法 或者说 是其他的方法 也好 那么 它都同样的少不了两个点 这一个弹声音 也就是这一个力 和这个气 那么它这个力呢 不是蛮力 而是一个巧力 那么这个气的话 你就 就是 当你在用这个力的时候 要学会把这一个气 集中到 你的这个舌头上面去 弹声音 它并不难 难地方在哪里呢 很多的这一个 同学 当你在练习发这个弹声音的时候 哎 觉得好 觉得练不起来了 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坚持了 这个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弹声音的练习的话 你是要持续的 不断的 每天都要去练习的一个方音 直到你能够把这个音弹得起来 那才叫成功 才叫难 难在于坚持 难在于坚持 很多人的话呢 都是学了两天 然后就停一下 学了两天 就停一下 啊 我学不 我就觉得太难了 我坚持不下去了 这个坚持的问题啊 是不是 看一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 如果你是真正的想要把这个弹声音呢 给学好的话 那么你就得每天坚持 至少要花15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去练习发这一个弹声音 啊 OK 那么这一个 这个方法的话 它同样少不了力和气这两个因素 其他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发音这个弹声音的话呢 它是分步骤来的 那么第一步 首先你就得会发这个这个音 你就得先会发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音 并且的话 每一个音呢 要三个音为一组 然后停一两秒 停一两秒 然后再 这样有节奏的 有节奏的去发 去练习这一个音 那么这是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带上这个力和这一个气 发 那么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当你能够把舌头舌尖稍微的弹起来一点点之后呢 那么你就要尽量的把这一个的音给拉长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三个音为一组 对不对 那么这三个音里面前面的这个音呢 它前面的两个音呢 你就要快速的去发 后面的一个音的话呢 你就要拉长音 把这个锣的音呢 拉长 总之 你在发这个锣的这个音的时候 尽量的把锣的音呢 拉长 发一个 把r的音呢给拉长 那么到最后 你真的能够把这个r的音 把这个r的音拉长的时候 你就发一个 这样子去发 那么直到最后一步 很关心 把这个d的音给去掉 或者说把这个d的音给去掉 只发一个r 这才是一个成品 OK那这就是一个弹声音的 一个练习方法 那如果大家呢 你觉得月月讲的这个方法呢 适合你 那你就可以用这一个方法去练习 方法很多弹声音的技巧 OK那 好那月的话呢 就提供这一个方法呢 给大家练习 OKか 如果你还暂时的还不能发弹声音的话呢 那么就直接发一个 就OK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弹声音 它是怎么样去书写的 OK那同样的啊 有圈圈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从圈圈开始 然后呢 一笔完成 OK那 圈圈开始 然后一笔完成 这一个r 那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一个的话呢 它也是发一个r的音 所以呢 当你如果说你不能发弹声音 或者说还不会发弹声音的时候呢 那么你的发音就会变成这一个r 下面这两个字母 它的发音 那么你就会产生一个混乱 当它在组成单词之后 那它这个单词 它是用哪一个r呢 你就会不知道 OK那 这也是我们去记单词的一个 需要用到的一个情况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不知道说 这个单词 它用的是哪一个r 比如说 这一个单词 r 对不对 r 这个词的话 它有一个r的音 那么它就是用这一个r r ok那 r 这一个 那还要再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r 如果说你不会发 这个弹声音的话呢 那么你就会发r 那是用这个r呢 还是用这个r r呢 它其实是要发弹声音的 发一个r啊 对不对 它发的是一个弹声音 r啊 但你不会发弹声音的话呢 那你就会发r啊 那你在听写的时候呢 比如说老师在让你 或者说要你记住这个词 你再去背这个单词的时候 r啊 用的是哪一个r呢 对不对 用的是哪一个r呢 这时候你就会混乱 你不知道用的是哪一个r 是用这个呢 还是用这个r 这个r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把弹声音学会的另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个是它很吸引我们 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记单词 更好的记这个单词 以及的话 如果说你要学这个弹声音的话呢 那其实的话 在外国人看来的话 在外国人看来的话 你的这个泰语的水平呢 就会相当的高 学的相当的地道 它是展示你一个学泰语一个程度 或者说一个地道不地道的一个标志 一个小的标志 ok呢 可以这样子说啊 那么这一个 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是接着我来看一下这一个r 这两个low的话 哎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那么有圈圈的情况下呢 那么就会从圈圈开始 这个low 那么看到这个low呢 很多人呢 就会想到高辅音的一个 对不对 能你看一下 你是否也能够联想 像月月月一样 联想到我们学过的内容 学过的高辅音 如果可以的话 说明高辅音那一节内容呢 你是过关了啊 那你是能够把这个字呢 给记住了 这一个 对不对 这个呢 它叫做 so so ok呢 so 这个高辅音里面的一个发音 叫做so 而这个的话呢 它叫做low low 那么这个low的话呢 它跟这个so很像 但是高辅音的话 因为它是高辅音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它是高辅音 肯定要比低辅音呢 要高 要比低辅音要高 所以呢 它多了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记住它 因为高辅音它比较高 我们就这样子想当然 想当然 它高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比这个低辅音呢 因为你是低辅音嘛 你的东西肯定会比我要少 你的东西肯定比我要少 是不是 那我高辅音呢 肯定就比你多了 多了一个点 那你低辅音呢 就是没有咯 对不对 ok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记住这两个字 一个联想的一个记忆方法 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学会联想 但是这个联想记忆的方法的话 是在你前面基础能够把它打的扎实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联想的起来 如果你前面基础打的不扎实的话呢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联想的 ok那这也是给大家呢 一个建议啊 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一点建议 那么我们就得一步一步的把基石 把这一个基础给打捞 打捞了之后呢 再一步一步的往下面去学习 ok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 老 有圈圈 从圈圈开始 哪 ok 这个老的话 看到这个老呢 很多同学会联想 基础 打实的同学 前面的内容 能够过关的同学 看到这一个老 无疑的肯定就会想到另外的这两个字 一个呢 是这一个 po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po ok呢 哎 看一下你是否能够想到这一个 和这一个 拿 他们两个 如果能的话呢 那你就非常厉害 说明的基础 很实 能够学扎实了啊 拿 这个po 对不对 这个呢 是叫做po 哎 拿 而这个呢 是po 看一下 你是否也能够联想 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你能够想起来吗 啊 而我们今天学的话呢 是 lo 对不对 这个 lo的话 因为呢 他太啰嗦了 对不对 因为他太啰嗦了 所以呢 这个po呢 太讨厌他了 po 很讨厌这一个 lo 他很啰嗦 所以呢 硬生生的把他的腿呢 给折断了 因为po 很讨厌lo 因为他很啰嗦 对不对 所以把他嘴巴呢 给闭上了 把他的腿呢 给打折了 我们可以这样子 去记住这两个字啊 po 很嫌弃 这一个lo 因为lo呢 他很啰嗦 所以呢 把他的腿呢 给折了 但是呢 po又说 哎 你这个lo呢 那么讨厌 你不要跟我一样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一样 所以的话呢 他的腿只是折了 却不能够消掉 像这个po一样 三个点在一条线上 对不对 我们在形容这个po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 三点一线 是不是 用了数学的知识来记 啊 非常棒 是不是 那么这一个lo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去记住它 因为呢 for很讨厌lo 因为他很啰嗦 所以呢 把他的腿呢 给打折了 ok呢 那么 导白拿 接着最后一个内容 也就是这一个 wo 来 他会发一个 wo 这样的音 那么这个wo的话呢 只要你会说 我们的我 对不对 我们 中文的我们 大家都会拿 那么大家直接把我 这个音呢 发成第一声调 就发一个 wo wo 那么就ok了 那你就会发这一个wo的音了 对不对 并且这个wo的话 他的发 他的书写也比不困难 有圈圈 圈圈开始 啊 他这个的话呢 就是他就像一个戒指一样 一个指环一样 对不对 我们的手呢 在这里他就可以把我们的手呢 圈起来 这一个wo ok呢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学的这一个字母的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内容 他的书写在这里呢 也有这一个笔画的顺序 那大家的话呢 就自己去看了 月呢 就不再讲一次了 那刚才呢 月在讲这个字母的过程中 也一笔一笔的教大家每一个字母的书写了 那ok呢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来看一下这一个d辅音 那这一个gd辅音 他跟这个原因的拼读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么月月的同样的话呢 也给大家呢 举两到三个例子 就ok了 那么主要呢 还是在于说 大家要自己坚持去练习发这个音 对不对 okか 好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呢 它是ngo 对不对 ngo a ma 低辅音跟短缘音相听 它会发第四声调 a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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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调我们之前也学过了啊 也学过了 那么低辅音 跟这一个短缘音相拼的话呢 它就会发第一声 哎 会发第四声调 啊 会发四声调 把它写到这里来啊 这一排呢 都是发四声调 这个呢 也是发四声调 对不对 这个呢 也是四声调 ok 那等一下呢 就可以这样子去看啊 那么 这一个 低辅音跟长缘音相拼的话呢 它会发一声调 拿一声调 ok 大家呢 可以自己这样子去标记 这样子去记忆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移 移树下来 然后再移树下来 然后再横过去 来 拿 ngo a na 对不对 ngo a na ngo i ni ni no a na na no i ni mo mo ma mo i mi 对不对 一样的啊 其他的答案呢 就自己换着来 去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长音 低辅音跟长音 长缘音相拼的话呢 那么就会发第一声调 mo a ma mo a ma mo i ni 对不对 mo i ni no no na no i ni 同样的啊 那么 mo a ma mo i mi mo u mu 对不对 一样的啊 那大家呢 其他的这个字母的话 大家就自己换着来 去练习 那下面的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一个 主要来看一下 他的这一个特殊原因 跟这个特殊原因相拼 他是怎么样去拼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跟特殊原因 他相拼的时候 低辅音跟特殊原因相拼 他会发第一声调 会发第一声调 mo am nam mo am nam mo ai ngai ngai ok mo au ngau 一样的 no am nam no ai ngai no mo am mo mai 对不对 一样的啊 那 同 与此 与此类推 大家呢 就自己去练习 只有情欲练习的话 那大家呢 才能够更好地掌握 他的这一个发音 啊 do bai ka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低辅音 他的声调表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 啊 那么 这个刚才 在上一次课的内容里面 我们说了低辅音 他呢 跟长元音 放在一起去拼读的话 那那么他就会发第一声调 对不对 如果加上第二个声调符号的话呢 他就会发第三个音 如果标上第三个声调符号的话呢 他就会发第四声调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就在这里 啊 mo ama 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mo ai ngai 对不对 看 看他这一个 跟这个特殊原因相比的一个情况 啊 mo ai ngai mo ai ngai 对不对 mo ai ngai mo ai ngai 那他只是一个声调啊 大家呢就自己后面呢 去琴鱼练习 拿自己换着来 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今天的课文 但是在讲课文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去学这个单词 因为大家呢 只要你真的掌握这个单词了 那么再把这个单词呢 串成课文的时候 那么就简单了 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do kamsab go naka ok 第一个的话呢 叫做 na li ka na li ka 中表的意思 rao 或者 rao 我们的意思 ni no i ni ni 是这代 一个指示代词 arai arai 的话就是什么 arai ma ma 来的意思 mi you nam no am nam nam ok 那水 卖菜 不是 bai mai bai mai 树叶 tam mai tam mai 为什么 tv tv 电视 le le 和 u me me ma na na 小舅 小姨 ni ni 这 这一个 m m 手 mai mai bu me 表否定 ru ru 知道 然后则是 lu lu 南茶 南茶 茶 土拉 土拉 事情 nai nai 在什么什么里面 茶 茶 池 ma ma 马 ma ma 之马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个内容 这个课文 na ok 你可 ar 什么 这是什么 你可 nar 卡 这是中表 啊 你可 nar 卡 咩 有什么 在手 咩 有什么 妈妈的手里有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这皮布什么颜色 对不对 是黑色 是黑色的意思 为什么去找他呢 为什么去找他呢 特别是黑色的意思 OK,那月呢,再从头到尾呢,把它串起来,讲一遍,读一遍,啊, 你可阿来卡?你可哪里卡卡? 妹妹阿来内蒙卡? 罗美罗卡? 罗美罗卡? OK,那,怕你死阿来卡? 死达卡? 他妈被哈考卡? 罗美图拉被哈考卡? OK,那就是这一个,今天学的这一个课文,那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次再见,OK,那, วั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เรียนถึงที่นี่ก่อนนะ, เราวันหน้าค่อยเจอกันค่ะ,拜拜,สวัสดีค่ะ